好 终于我们要卖到这个门里头了 这个是门啊 我们卖进来了 这是院子里面 这是有water feature 一个garden 这是水池子修的四字方方的 有点现代的气息啊 现代气息都修的四字方方的 不是特别自然 这里有颗大石头 我怎么看着这个石头有点眼熟啊 可能去年也来参展过 中间有个洞 水从里头冒出来蛮有意思的 这石头旁边就是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外面看的Japanese maple 很漂亮啊 特别是灯光打上 很多人喜欢晚上把自家的植物小树打上灯光 这院子还有漂亮的 看看这个 这个漂亮 简直漂亮啊 塑料的 这是樱花 桃花 什么花 有认识的吗 反正是塑料花 这塑料花下面是真花 这个你看看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刚才那个是进来看的是 它可能会叫红色的 这个是黄色的 黄色的金铝梅 我们看它这有牌子啊 Arnold 这个Arnold 你知道你看到很多杂交的品种 树啊 还是灌木啊 很多叫做Arnold 你知道这个Arnold怎么来的吗 Arnold 这是有 是有来源的哈 不是这个人啊 当然了 这是个人名 我会把更多信息发在下面的Description里头 几绿梅 看样子都干了 干了 干花 这旁边还种了Hallebro 这个Hallebro其实挺漂亮的 为什么说漂亮呢 它是虫瓣的 看看 漂亮哈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Hallebro 它这个 大部分 常见的Hallebro 它都是低着头 你看不见它最美丽的一面 这讨厌吧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 要么就是 你有一个 叫Race bed 就是升 提高的 Terrace 有高台的这种花园 或者是 花架子 你把它种在里头 你这样的话 可以充分的欣赏它的花 另外一个就是找那种 你在购买的时候 要选择那种花朝上的品种 有花朝上不多见 你得 在买的时候去专门选择那种 你就可以充分欣赏它的花的美丽 中文叫铁筷子 这名字其实太香亮了 这还是这个小花园哈 看看前面 这个真的假的 不知道 它不让过去了 这个我猜 这个我猜 希望 看它开得这么旺盛 我猜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从它这个树干看 和花看 应该是Cherry 叫Weeping Cherry Weeping Cherry 特点就是 它底下有个Stand 你看这个杆就长得这么高 它不再高了 然后它可能从这个位置驾接的 驾接完了以后 它就从这个地方长出来 新枝都往下垂 很漂亮 不会一个是占地方小 再一个下垂的感觉很优雅 Weeping Cherry 这个是耐寒的 在安省是没问题 多伦多地区没有问题的 过冬 这有一个 这个叫做Tea House 因为它上的没有顶 这上的就是一个 这样一个架子没有顶 应该不能算是标准的Tea House 这个日式花园里的Tea House 是一个重要的feature 如果你站在这地方 像我这个地方 我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闭上眼睛 不用闭上眼睛 闭上耳头 堵上耳头 你觉得是 闹钟取静 是不是有一种 禅意啊 禅不禅 旁边看那个开花的 也是被Chasel 很漂亮 然后前面 要禅一定要有蜡烛 有蜡烛更禅了 要禅还要有水啊 有石头啊 你看它那个设计特点就是 它找一个很有特色的石头 然后上到枣耳孔做上喷泉 这是它这个设计者的一个很重要的风格 去年看到类似的也是 应该也是同一家公司做的 你看这个水边的Iris 正在开放的Iris 这是真的假的吗 象征的啊 不知道 这个是叫做Siberian Iris Iris分两大类哈 一个是耐旱的 一个是洗水的 这个洗水它就长到水边 花期都不长了 这个在日式花园里头 有水的地方还是会 经常看到有这种Iris 我猜是假的 Purfect 没赌得长到Purfect 没看到有瑕疵啊 也许是真的 看得太像这种了 好了 终于鉴定完毕 这是假的 为什么 没根 下头是 下头是一个木头块 一个塑料块 说怎么和去年开的一模一样啊 看了完整一点啊 这个花园 这个设计 还是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设计 但是 要把一个花园养成一个活的花园呢 还需要下很多木头 终于看到真花了啊 这就是Flowering Dogwood 花很大啊 还有花 花还有更大的 这个比我手掌小一点 开花很漂亮 开花很漂亮 very unique Flowering Dogwood 这个Flowering Dogwood里头分两大类 一类是原产东亚 就是中国 日本韩国 另外一个呢 是美国 本身 本身的也有 就是Native 它这个 这个就是美国的 Native 它叫做 Cornus Florida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这个好像有一个Label OK 叫Cherokee Bridge 你看它下面写的是 Yeah Cornus Florida 这个花形 这个花形稍微 你仔细看的话 花形会不太一样 种子也不一样 这还是这家日式花园 应该算日式花园吧 有点日式风格 那个有Tea House 那个小佛爷在里头 这家花园特色植物很多啊 这又看着一个 看看 这个是 应该是这个 River Birch 它的树皮是翻起来的纸的 Paper Paper Bark 小树 而且经常见的是Multi Branch 多个枝干长在一起的 两三个三四个 长在一起的 小树 它的枝干 树皮也很漂亮啊 这个也应该算是Native Native Plant 非常值得考虑 在自家花园里头 考虑这种类似的植物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视频 欢迎订阅时针养花的YouTube频道 谢谢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